连续四天的假期结束了 而多数的民众都有聚餐、烤肉、吃月饼的机会 太多的热量和油脂囤积在体内 别忘了赶快运动消耗一下 健身教练建议 平常就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即使遇到连续的假日 也不要忘了抽出时间来运动 而如果假期中吃了太多高热量的食物 也不要一次过度运动 以免让身体负荷不了 即使放假期间有养教室 仍然是开课不休息 而前来运动的学员也不少 因为大家平常都养成了运动习惯 即使中秋节连续放假 运动也不中断 我运动十年了 对 运动的好处是什么 运动的好处 身体变得比较健康 很棒 当然好处年轻更多 体力中配 对 我几乎天天来 对 效果非常好 运动的感觉吗 很开心 很舒压 对 帮助吗 我觉得平常精神更好 对 真的需要运动才可以维持比较好的精神状况 健身教练鼓励民众平常就要养成固定运动的好习惯 尤其遇到连续假日也要抽出时间来运动 而运动的选项和强度也要依照个人的体能状况来规划 以免过度运动反而让身体负荷不了 像最近就是中秋节嘛 那月饼啊柚子啊甚至烤肉 它热量都是量高的 那当然我们运动有一个部分就是为了可以多吃一点美食嘛 那在这种中秋节过后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尽量去维持运动的习惯 再慢慢的把它恢复起来 那通常可能长时间的休假 可能一开始运动会有比较疲劳的现象发生 对 那其实如果你有养成运动习惯 那很快的就会恢复来原本的体能一些状况 像跑步啊或者是做一些重量训练 我们都要因应个人的身体能力 而去做一些运动强度的调整 不是说你今天运动就要做得很大量 或者是做到重量非常的重 那还是要依照你自己的个人的需求去做 那其实可以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调整 不是说你今天消化 你今天吃了很多饮食很多热量 那你想说我就是大量的做运动 就可以让你热量消耗掉 那可是相对的你身体的负担也会更重 运动是促进健康的王道 但是要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 必须要有毅力和坚持 除了平常就要固定运动 联系假期间有机会大吃大喝时 更不要忘了赶快来运动 消耗一下过多的热量 不仅可以避免身材不走样 重要的是促进健康 不要让肥胖疾病早上升 绝对会幻视报道